郡主 马车已备好了 你和郡马爷一起回宫吧 我还有一事 我要去见一下小丸子和小宝 郡主 及时可耽误不得呀 我是要同他们解释 我和少将军的事情 让他们以大局为重 让他们知道 有些事情我也是迫不得已 也好让他们死心了 刘管家 您可是看着我长大的 不会这几句话都不让我说吧 郡主到底是王爷的女儿 孝顺懂事 我怎么会不体谅你呢 你们带郡主去牢房 是 小宝 至今 我说你们怎么人一大早就没了 可算是回来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杨阳 一上午不见 甚是想念 不对 你们怎么来了 是不是你爹想通了 想放我们出去啊 嘘 嘘 嘘 我爹是想趁我们去皇宫的时候 对你们不利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等我把你们救出去之后 我先把你们安置在我汝娘留下来的小院子里 然后等我们从皇宫回来 再商量接下来的事情 就你一个 郡主呢 那儿呢 你 站住 大胆没赛哨 这是九王府 不许在这撒野 郡主 你不是答应王爷了吗 刘管家 你跟我爹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那就不客气 跟我上